老美终于扛不住了 频频向中国示好 因为咱们手握一张王牌 这张王牌恰好能够救老美的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点赞加关注啊 我一分钟说清楚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了 额巫冲突之后 老美像是转了性子一样 先是结绑了中心通讯 再到豁免中国352项高额关税 但如果你以为这老美是要回心转意 那可就大错特错 这老美啊 之所以是死皮赖脸的频频示好 只因为中国手握一张王牌 它就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要知道疫情以来 老美国内物价暴涨 恶性通胀已经开始侵蚀经济复苏 让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苦不堪言 因此彻底扛不住的老美 不得不主动降低关税 以此来化解国内的超级通胀 消息一出 中美贸易概念成为了最强风口 当所有人都在吹力好这个家电纺织 我只能说呀 割据小 真正能够复制中俄贸易七连版天顺股份的 必须要符合以下两大标准 第一 公司对老美出口业务占比较高 第二 低位低价低市值的公司 油资的最爱 我全面复盘之后啊 发现最终脱颖而出的公司呢 只有两家啊 最近一家卖销占比近70% 股价还不到10块钱 底部是频频放量易动 你说它会成为下一个七连版的天顺吗 我已经把它放在了中美贸易核心公司当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私信我 要资料 或者点我头像进入主页 查看我的收藏视频领取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